今天快乐医学里面的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快乐妙招让别人先快乐 就是一直在讲快乐医学里面讲这一件事情 然后下个月开始就会讲练心术 练心training mind 因为我们每次讲的都是在YouTube上会看得到 没有听懂或是一直不断的可以去听 所以今天讲这个快乐医学里面的就是说快乐妙招 就是真正要内心快乐 我常常讲就是前几年我一直不断的讲 就是今年讲的不一样 但就是两年前就是出这本书的时候 我都会问人家 就是说人活着是问了什么 那时候我还没有悟到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觉得应该是要人生要追求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去演讲的时候 问人家活着是为了什么 然后我就跟很多人说 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 那时候的讲法 所以才会写出这本书来 快乐医学 然后不断的演讲 不断的演讲是就是会慢慢慢慢长大 然后那时候我常常讲 就是说要快乐 就是快乐跟健康是等号的 你要健康就是要快乐 但现在人都不快乐对不对 大家很快乐吗 没有很快乐 那谁欺负你 政府对不对 还是谁 老公家人谁 所以意思是说 那时候刚好我出这本书的时候 那个耶鲁大学 还有哈佛大学 他们都开一个快乐的课程 而且那个学分是爆满的 所以代表意思是说 现代人都不快乐 所以那个学分就比方说 那个课程 教授一公布那个课程 马上爆满 就是非常有名 所以意思是说 现代人都不快乐 所以我那时候跟很多人讲说 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快乐 大家认不认同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目标是快乐 所以你已经设目标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代表你就不快乐的意思 你没有你才会去追求 所以那时候我以为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喊出那个slogan 就是快乐等于健康 健康等于要利他 所以意思是说 你让别人快乐 你才会快乐 是那个slogan 那个就是讲法 是从那里出来了 但这几年就是两三年以后 慢慢觉得 我的人生就是人活着为了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责任 然后呢还有呢 体验 还有呢 目标是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去念学校 然后念一个好的学校目标 第一名考完了台大出来了 然后呢 第二个目标呢 又要找好的工作 然后又要结婚 所以人生目标没完没了的 对不对 所以活着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想过 真的活着是为了什么 因为这就是 就是比方说 大家有学过管论吗 管论就是在追根究底的 在探讨 你是谁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 为了什么 所以你们有悟到吗 不是啊 悟到为什么活着 成佛那个太远了 我们就先放着 就当着目标就好了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还有呢 就是意思是说 我以前以为要活着是为了快乐 现在这两年就是活着 就是为了自己 好好的活着 这个很难做到吧 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活着 真的吗 那讲一下 什么叫做好好的活着 我希望就是更多的互动 就是活着就是比方说 活个明白的意思 真的有活明白吗 尽量 为什么是尽量 不然将来死人不是顾名顾白 来事实上摆走一张 对啊 所以就是活个明白 怎么明白法 然后为了什么 活着是为了什么 如果明白的话 你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 就是快乐 还有帮助人 还有呢 学习 然后呢 明白做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 还有 要素 死亡的路 明白这个是必经之路 然后我们要怎么走返 这个是人生的走返 对还有呢 还有就是怎么 最后的就是死了以后 死了以后 我没死 我当然没到那个程度 但是我会觉得相信 死了以后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境界 要不然我就觉得会有轮回 我是相信轮回 要不然的话 那些轮回的人 我是觉得是这样 是不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境界 可是我不知道 今天应该怎么称呼他 觉得是这样子的明白 对 还有呢 挺虚零性 挺虚零性 怎么体身 就是透过很多平常的境界 境界啊 没有人走啊 不开心 还有呢 就每个自己想法 自己为什么活着 就自己想出来都说出来 才知道 才知道真相 我们找找真相看看 我们找找真相看看 求智慧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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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个年龄就不同的目标 是这个意思 对啊 所以以前我也以为是 就是比方说 人生要有一些目标啊什么的 然后没完没了的 最后的目标就是 临终 所以我就是慢慢悟到就是活着就是为了自己 就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活着不为任何事情就是为了自己 听懂我意思吗 利他也是为自己对不对 对就是利他也好利己也好 反正什么什么都是一样 就是活着就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什么 就是为了自己好好的活着 你干什么都可以 只要对自己好的 为自己什么都可以 对自己有好处 所以意思是说活着就是为了自己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会不会偏到就是 糟蹋自己 欺负自己 就是你一定要 因为人这辈子不是我们不信 或是不是不顺啊 大部分都是自己虐待自己啊 成分比较多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魔 就是我们的心理的这个 都是一直在折磨自己啊 然后就是要嘛自责 因为我们不明白 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的身体 为了自己的心理 为了自己的情绪 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 然后是比方说我的家人 我的财富 我的那是附带的 所以意思是说 你这辈子走到这个世上 你就是主角的意思啊 你就是不为任何人 就是为自己 你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为自己 所以意思是说 要活个明白 这个就是你思想中心 你清楚了 但就说很多人说 为自己 那不是自私吗 跟自私没有关系 如果你对自己好 你为自私吗 自私是伤害自己的概念 从逻辑角度 任何东西 那个是我之很重 才外叫自私啊 我之越重是伤害自己 那是人的误解 误区啊 所以为什么就是对自己 就是对自己好 或是就是为了自己的意思是说 跟自私没有任何的关系 听了这个以后 你要知道你人生的目标 没有任何东西把自己活好 比方说你现在你做 比方说喝一杯水 就是为了你的身体很好 你的血液循环很好 你就是大笑 而你的体生 你的免疫力 你走路 也是为了关节那些会更好 也是为了自己啊 你听佛法 听什么东西 希望开心 开心一点 离苦得乐 都是为了自己啊 哪一件不是为了自己 你嫁给老公 也是为了自己啊 不是为了他吧 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吧 不是嘛 就是哪一件事情 不是为了自己 你说说看 你学东西啊 你赚钱啊 哪一件事情 不是为了自己 煮饭也是为了自己啊 要吃啊 煮给家个人 你开心就煮 不开心就不要煮 我常常讲 就是带着愿意去 不要煮饭了 那饭变成毒啊 任何东西都是 所以为什么人生 要很多事情想清楚 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是人活着 不是为了子女 也不是为了父母 也不是为了师父 不是为了任何人的时候 你开始注意到 我们在讲内观 是这个意思啊 开始关注自己啊 因为这辈子 最最最最最最 最珍贵的 就是你的身心灵啊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有了你才有这些东西啊 你自己都没有了 那是身边的 你死了以后 你经济也跟你没关系啊 你的房子也跟你没关系啊 你存在银行的钱 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 你只要断了 其那一刹那 在这世界上面 你的目标也好 你的权力也好 你的名也好 你的财富也好 你的子女也好 你的亲戚关系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任何东西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主人没有了 所以这样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 活着就是为了自己 不为任何人 然后你开始第二步会想说 那为了自己 那怎么做 对自己最好 你开始去想啊 比方说对自己的眼睛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看绿色的植物 看漂亮的东西 然后上去草柄少看一点 晚上睡觉还在那边 就这样子 是不是对自己的眼睛 是你的眼睛 要不要会照顾它一下 会不会 不会嘛 是虐待而已啊 反正对自己没有好嘛 然后身体 比方说心跳加快 肉越来越多了 这胆固质有点高了 你开始光注你自己的身体啊 哪里有点霜痛 应该要弄一下 那姿势不对 因为我们都活不明白 所以一直在糟蹋身体 你自己看看 自己老了以后 很多事情 毛病都跑出来 为什么那么多疾病 不要只说业力业力 是这辈子弄出来的 很多都是 不要学佛了以后 那个是上辈子的业啊 因果啊什么 然后就说 应该是怎样怎样 你没有想到这辈子 你怎么糟蹋这个身体啊 不要太远就短期啊 你关节不好 也是一样没有运动 脊椎歪掉是肚子太大 肥肉太多啊 因为拉扯的关系啊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 不是吗 然后万动万息 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抱怨啊 恨啊什么一大堆事情 我常常讲就是说 怨恨嫉妒 只要这些东西 就是任何东西 都是在伤害自己 不是伤害别人 也不会害到任何一个人 你怨老公受害的是自己 你怨你的公公婆婆 受害的是自己 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 怨小孩也是一样 怨同事也是一样 恨别人 怨别人 嫉妒别人 觉得这个不顺 那个不顺 最后送伤的是自己 所以我们回归回来看一下 你真的好好活着吗 哪一件事情对得起你 哪一件事情是对得起你 就是最简单的 你因为对得起你的皮肤 对得起你的眼睛 对得起你的鼻子 对得起你的心脏 他是不离不弃的 帮你做事的人的 是忠诚的员工 还有不用薪水的人 这是完全志工 那你有没有虐待他 有没有 就认真想一想 认真想一想 现在你的身体状况 你不要说借口 我基因 我爸妈都有团药病 所以我会团药病 基因的问题 那都是借口 大部分生活形态 就是你的生活形态 跟健康是90% 都是生活形态 基因影响的5%到10%而已 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都是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所以我活个明白的意思是说 你才会制造 才会开始观察你的膝盖 观察你的胃 观察你的心 观察你的肺 观察你的肝脏 有没有退化很快 然后观察你的心理 观察你的情绪 所以就是在入菩萨行里面的第四 第五品 第五品讲的就是 谢谢是一个小的警察 永远放在你的身边 来观察你的习性 你的行为有没有偏掉 你的思维有没有偏掉 你的言语有没有偏掉 你的情绪有没有偏掉 不大的拉到正 正正正上的意思 才会行为正 思维正 才会你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情绪也好 不然怎么好 所以人活着就是 因为这是这几年悟道的 开悟道的 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 但我们以为就是为了家人 为了社会 为了谁谁谁 为了所有的众生 中高八大师说吧 Ramman对保 贤得有那没事 你自己都没有度好之前 你怎么可能会度别人 自己没有很好 你的家人会很好 所以我跟很多父母 年纪大的父母讲 就说 你把自己身体健康 活好 你把自己活好 是对子女最好最好的交代 然后年轻人 小的 下一代的 最好的孝顺 或者是自己开心健康的活着 不要拖累父母 父母也不要拖累子女 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照顾好 活个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